三天就从医院里回来了嘛 然后过了三天以后就生了孩子 生了孩子 然后你说嘛 我一个人生了孩子已经三天了 他的女朋友来了 他拿了钱 跟他一起不去的话 不睡的话 他肯定会够紧张的 什么地方 哪个女朋友 台湾的那个女朋友 台湾的 就是他有一个女前的太阳 台湾有女朋友 他没有告诉我 他早就有女朋友 有一个台湾的老太婆 老太婆 对 45岁呀 那45岁还不是老太婆 老太婆 真的 看起来很老的 就是穿衣服是很好看 皮肤很白 真的 看了你一点都不漂亮 真的 那您怎么办 哥那你说嘛 我刚生孩子 你我也走不动是吧 还有宝宝刚生的 你说嘛 我 然后我没办法 我让他走吧 跟他睡吧 一个月 那你 就 就我一个人啊 自己管自己啊 第三天就要把他 早上 孩子睡了以后 马上宝宝的那些 长的衣服洗洗洗洗 没人去照顾你吗 没有啊 那你怎么能放他走 没办法我也 因为我就这么想的 因为我不让他走的话 那个女的会肯定告他警察 那就完蛋他了 那完蛋就完蛋了 他这样对你 你还要保护他 对啊 但是我心里面就是 我的心里面就是 怎么说嘛 哎呦 我的心太软了吧 然后 真的 那个天是最难的事 这是一个人 这些那人 他走了多长时间 一个月吗 就走了一个月 嗯 待着这个一个月 然后走了 然后回来呢 然后回来 那回来你也没跟他去吵啊 没有啊 我吵什么嘛 那这样的事多吗 哎呦 第一次就是 我知道就是这个 第二天 那就比这个更多 嗯 下午 中午 中午过来他吃饭 我做饭 家里做饭 都等他 中午过来店里面 他吃饭 吃完了饭 他就走 店里面 谁知道他不在店里面 带是开着 但是人不在 三点钟到 从下午五六点 跟女朋友一起泡 那边 打电话不接 真的 有一个最疼的 家伦哥你结婚了 你老婆刚刚儿子 你肯定从这边的那里去 你肯定打电话 一点你哦 你怎么样 宝宝怎么样 你买两个还好吗 需要什么 肯定问 他没有一句电话 我 我要打 我是一算一个男人一样 我一直打 你在哪里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没 不接 不接 后来嘛 我就骂他了嘛 你怎么对我这样呢 谁的男朋友 男人都不会那样的 生了孩子 谁也不会弄这样的 不会这样的 真的 你这样 你这个人太过分了 我这么说的 我心里面太能说了 然后 后来 我 后来我打电话 接电话 下午四点钟 四五点 你说嘛 我接电话 他在哪里 跟女孩子房间里面 都听见 你为啥要忍 你说嘛 我也这里没什么人 我跟谁说我这个话 谁来帮我 我告诉说谁啊 没有自己一个人 我就这么过来 我这个几年 就这么过 真的 那就是通过 你接触的印度人 比我们多多了 你也去过印度 你也加过印度 你觉得印度是怎么样 我在印度呢 我一般我不喜欢 我一般我不喜欢 印度真的 卫生 干净的 干净的 比泥味更脏 哇 他看到那吃饭 豆那个 那个草 这些 蚊子什么 都这人还在那里 拉说 都这人 哇 他跟泥味 的印度比的话 那就还是泥味很干净 说实话 泥味很干净 他们不是那样的 哇 我的妈呀 印度人 那你为啥 还有嫁给印度人呢 我也不知道的 那个时候谁知道 他是这样的 他说他是家很好 什么什么 一直给我说这样 我说老婆 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 一个要求他 要家里要什么 这个要 这个 我从来没有 从现在没有 我从来没有一个要求 有人期待女孩子的话 肯定会讲的 老婆 我们没见 你要家里 这个 肯定会有要求 小的 小的事情 肯定有的 但是我没有 他就是花言巧语 把你骗了 对 对 那个 那你又 你没去 没接他的家人吗 他爸来了 他爸挺好的 他爸来了 他自己爸都不管 这种人 那他父亲没揍他 揍什么嘛 他爸说他以前在 在科西米亚 在印度 在那边 他在那里 那个吸毒 不是吸毒啊 就是打针 喝酒 那样乱 出大忙 打架 那样 他们放了监狱里面 几个月说 哎呀 你老公那么瘦 能打得过谁 但是他打不过人的 是啊 那么瘦 对呀 他是那种的 嘴巴大了 就最后到达家 他不会干的 他是那种人 是这样的 跟我们自己人 就是说话 就是我 伤心大一点 就是发脾气一样说 但是看到人 他就 真的 我的妈呀 我就有时候说 你为什么人家跟他说话 你这么 你为什么给我对这样 我是你的老婆呀 我有的都是都给你了 我脱脱工工了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有的都给了 我都已经为了钱 有时候没商业 我就炒爸爸 跟炒妈妈要钱 真的好 那你父亲母亲 前前后后支援了 你多少人民币 大概 中国他们已经花过了 已经 五六万多 人民币 也不少 不少啊 他们也不容易啊 我妈是农村的人 我爸在一个人上班 这么大岁数了 还在上班 对呀 我爸还上班呢 我爸 我妈是爸年轻 我妈是可能到现在 四十八岁吧 很年轻啊 对 我爸是五十岁 五十二岁吧 今年五十二岁 才差四岁 那也差的不大啊 对呀 因为为什么 我妈十六岁的时候 我生的 生的年 因为爸和妈 妈在农村很里面 就那时候什么 山上待的那个人 叫什么我们汉语 在山上待的 就是不需要干活嘛 像农村一样 就是什么煮大米啊 什么那种 那就是家庭主妇的 对 我妈是那边的 我爸是农村的 我要做这种忙 就是他们两个 就是我爸去那个里面 我妈老家的去住 他们碰到 然后谈了 就这样 我安逸了 我妈十六岁的时候 我就生了 我爸妈都不知道 这个事情 我没告诉我 不敢说 我不敢说 怕他们生气 发生气 他们肯定会难受的 已经没有碰到 这么多年了 我也不想他们生气 担心哦 我不想他们 做父母的真正是不容易 喝点水吧 来 能受 能受真的有救 从来没有碰过这种人 真的 因为 他们 碰到 这种东西 都是 得